关键把换老师昆虫学者 换老师的这个昆虫学者呢 我们这把会给到他更多的第一视角 来看一下他的一个中期的宝人啊 他如果不被抓的话 他中期的宝人其实很关键的 这边遇到的是蜡巷师 换老师可能要被抓 换老师要被抓的话 这局其实比较难打 穷者比较难打 这局是昆虫不被抓 我觉得会好打 比如这局抓蜡 蜡巷师抓谁呢 抓古董伤 这局穷者有赢面 抓先知 我觉得是一半一半 如果说这边选择抓昆虫 反而我会觉得 蜡巷师保平真胜 这边真的抓古董伤 抓古董伤难抓呀 也不是抓古董伤难抓吧 就古董伤如果发挥的好的 的话他可以跟蜡巷是拖很久的 搁刀打不到 然后这边能解蜡回身甩棍吗 直接给鸟了 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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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给鸟也可以 这个鸟给的很不错 因为这边 你抓一个古董伤 大家看到没有 他有两个人可以保他 昆虫的虫子可以保他 然后这边的先知的鸟可以保他 保完一波以后 昆虫这边走了 鸟走了 然后古董伤一轮棍子 用我的指割效果来跟你的蜡 兑换 耗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久 差不多就是三台机的一个时间 我们这边技能给他换老师 换老师第二波虫子又来了 你看这虫子卡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上次给大家讲到这把 但是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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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飞轮 好的 用指割效果顶掉你的宁蜡 然后这边飞轮一波 躲掉这一刀 整个牵制就拉满了 整个牵制就拉满了 这已经打了一分半了 才起了第一刀 你下一波 那我再用我的棍 来跟你换一波好了 就一般来说我们看到这些职业选手呢 都是用什么的 用那个 百分之 交 刚刚还没 一般来说是什么的 百分之大概六七十的时候 他交两到三棍 一般说百分之大概七十左右 他交两棍 两棍 的指割效果 足以去 跟这边的蜡相识的灵蜡换掉 就等到百分之六七十 七八十的时候 啪啪两棍一打 然后你不能出刀 我这边被定住就定住了 这边的话蜡相识还不带挽留的 这局 我觉得 私人开门战的可能性很大 私人开门战的可能性很大 只要这边能卡半救下来就可以了 这古董商留棍 古董商留棍 他的棍子留到后面用就好了 这波应该是 大副往里面走吧 大副往里面 反正大副不吃刀就行 想压着打落地刀 哎 漂亮 但 这波落地刀威力落地刀 你没打到一个双岛 打了一个二阶 二阶不顶用啊 二阶 二阶就二阶嘛 我们待会儿两个人来救 先知 昆虫一起来救 大副这边修最后台机子 这里能不能丢那块 对 丢那块封机子 丢那块封机子 这边先知 吸鸟 慢慢拖 换老师 换老师这边也过来了 机子的话 目前来看是还差一些 但是你保不齐待会儿 先知吸出一只鸟 什么的 起热辣 这边扛 一刀打 先知倒地 那这边人先救下来 古董商这边有棍 这古董商有飞轮 有棍 昆虫这边还用飞轮 机子78 再一棍点开 昆虫学者 两人摸头 定住一个谁 定住一个谁 定住一个昆虫 但是板子下掉了 这边直接投降不打了 没挽留 哦